长期缺爱的女人 见到男人后会有三个表现 也许对每个女人来说 爱情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就是对男人的爱 很多时候对于女人来说 男人的爱不仅仅是一种能量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通常一个被爱的女人 总是看起来很耀眼 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男人的浇灌和滋养 她就像一朵很久没有浇水的花 这样的女人在她生命中缺少爱 有些人可能不明白 什么是缺乏爱 当女人缺少爱时 她们会怎么做 事实上简单的说 女性缺乏爱是男性长期缺乏 关爱和陪伴的结果 一般来说长期缺乏对女人的爱 当你看着一个男人时 这三点都是显而易见的 一 总是喜欢一直黏着男人 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失去爱情很长一段时间的女人 总是喜欢这样看到一个男人的时候 黏着她 无论对方是打算去快递 还是去超市买东西 她们都不会紧紧跟随对方 不离开 她们似乎到哪里都跟着男人 由于长期缺乏爱 她们内心总是缺乏一定的安全感 因此当她们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她们非常渴望男人花更多时间和她们在一起 即使她们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她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 因此这样一个女人来说 这是长期缺乏爱的典型表现 她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分开 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见面 这个女人不知不觉地对男人有了更高的评价 所以当她们看到一个男人 她们不想分开 也不想一个人 2.会经常向男人抱怨 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女人失去爱很长一段时间 当她看到一个男人时 经常会向她抱怨 当我们看一些电视剧时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分开很长一段时间 当她再次见到一个男人时 她的心也非常激动 她含着眼泪拥抱了那个男人 她经常向男人抱怨 可能是抱怨或抱怨男人遇到麻烦时 没有及时出现 也可能是抱怨男人生病时 没有回来看她 总之男人不在这一天 所以她的心是痛苦和折磨 因此这样的女人是长期缺乏爱的标志 所以对于男人来说 不要误解那些抱怨你不够好 却希望你给他们更多爱和陪伴的女人 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女人早已失去了爱心 当她们看到一个男人时 脾气很容易变得急躁 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女人长时间没有被男人爱和关心 那么她的脾气会发生一些更明显的变化 也许她们过去很温柔 但她们似乎因为长期缺乏爱而改变 脾气容易变得很急躁 例如在生活中 当她们做某事时 她们往往失去耐心 经常生气 那么这样的女人是缺乏爱的 因为没有人在她身边帮助她 没有人陪她 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只能靠自己 所以她们的情绪变化会很明显 甚至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